恶心 难自在捞炭 酸彩免中吃出老鼠头 吃到嘴里又吐出来了 市面上那么多拼派跑棉违吓就捞炭酸彩免中出事故 记得上一次保王初打约吃脚才酸彩 这次直接吃出老鼠头 一次逼一次过分 一次逼一次恶心 越来越没有下限了 视频安全真的是应该被重视了 7月14日 浙江汉州吴先生发布食品 称 自己在埋的捞炭酸彩泡免中竟吃出了老鼠头 此食品已经发布 瞬间引起了社会光返关注 食品中吴先生表示 当自己吃饭免跳猴准备去捞酸彩吃 可是吃到嘴里后香不对劲 黑醒 然后就吐了出来 才发现酸彩竟然幽默 然后仔细一看还有压齿 原来这是老鼠头 陆国情况舒适 该如何出职 对小匪者是否有配偿 小匪者吃万有老鼠头的跑棉 审提是否有不识 是不是需要去医院谨性监察 当今社会 老百姓追求的不仅仅是吃饱合作 船团等等 大家更在乎的是 食品本身的质量安全卫生 陆国还这样糊弄老百姓 那么您的妻爷也畅求不料 吃过跑面的人都知道跳饱料是什么样子的吧 编编的一包 这个弯意他打开包装室放的时候就没看见吗 好 好 好